当然这个国际肥价的新高 对于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或者是说对于这种 便利改革等等之类的 因为现在是寒冬 确实在短期之内 会出现很多大的问题 其实是蛮辛苦的 但是这东西是一个现象 它背后还是有一个 它强大的庞大的 人民的需求 以及我们讲说动能的需求 因为中国大陆在疫情的控制上面 已经逐渐恢复 所以人民的需求 也会逐渐上升 但是从这个事件里面 其实我们看出来是什么 这让我们想到在过去的时候 这个六七十年前 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期 为什么会有 因为有强大的关税壁垒 这告诉我们怎么样 何者两利分者两害 美中之间放下旗舰相互合作 是对于世界很重要的责任 这看起来好像是 煤炭价格上升等等之类的 可是美国有比较好过吗 美国其实没有比较好过 为什么 因为这个跟关税 也是有点关系的 而且这个中国大陆的 煤炭价格上升 表示美国这边可以拿到比较好的 价钱比较低的煤炭没有 它也上升 为什么 因为还有大的关税 还有最后会到了通膨 所以最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这个所谓的页岩油 页岩油本来是一个相对比石油 便宜的产品 要去大量的开采 结果现在页岩油往上涨了 也是因为通膨的关系 开采的人力成本这些都增加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这场战争没有赢家 大家发现没有赢家 大家可能在美中贸易战之前 大家看到是其他有一些局部的利益的损失 或者是工人在转型的时候 没有办法及时的转型 可是相对于美中在对抗之后的 两边全面性的通货膨胀 一边通货膨胀 一边能源短缺 这到底是谁赢的 没有人赢啊 它是一个更大更大的失误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在合作中 去矫正那些小的问题 这都是可以解决的 可是如果选择对抗的话 这些问题是更难解决 是啊 所以天然气的问题 的确要解决啊 那现在外媒就有报导 我请教一下亮哥 因为呢就是说中美两国正在密谈 这个天然气的部分 你看说中国主要能源公司 在跟美国的出口商在谈办 要确保这个天然气的供应了耶 那都要共同面对 但是能够真正的解决吗 因为他们两国 其实都是深受其害 因为中国有从美国买能源啊 可是他把它加税了 因为美国把中国的加税了 所以中国也把他 赶快降啊 没法税这个就是要相对的嘛 就你美国降 中国才有可能降嘛 因为中国是把它当作 当作一插子的问题一起解决嘛 所以你如果对那两个清单都不回应 他不可能单方去降天然气的税啦 就好比他事上现在就可以进澳洲煤炭啊 那为什么不去买 因为双方还是有政治上的问题嘛 所以目前确实听到了 有102万吨的澳洲煤炭 现在有45万吨允许卸货 可是就是说你不能只看一次啦 这个国家跟国家的关系 至少要看一两个月啦 这样才会比较准啦 是啊 可是现在的确啊 那你看哦 如果说这个问题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说 还是要回到这个最原点 就是那两个清单 那你要从对整体 你刚刚讲说 这整个包裹式的解决的话 那么是还是要透过谈判 那但是算一算时间接近啰 天气变冷了 刚刚讲到 一边这个价格在创新高 一边是用电的问题 会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 因为需求只会增加 天气一冷的确就会增加 所以赶快这个公司 再跟美国出口商要谈 确保液化天然气的供应 要赶快谈出结果啊 不然真的是受不了了 好了 可是另外一边呢 你看哦 有人说这个供应链的问题 真的要赶快想办法解决 可是哪有那么快呢 你看宜嘉说 库存短捐的问题 可能会再拖一年 迪拜的环球港务说 可能要拖两年 哇那更久了 谁受得了呢 连英国的养猪业都人手不够了 所以英国政府宣布 要向800名海外屠夫提供 为期6个月的临时签证 再不解决的话 有大量的猪肢都得要扑杀了 哎呦好可怜 最大事 英国的问题是 他自己脱欧造成的 因为英国这个本来 跟欧洲欧盟所有国家 他是四大流通 自由流通 除了资本服务 资金以外 很重要一个叫什么 这个劳动力 人员的 personnel的 自然人的移动 所以欧洲的这个人 可以自由到英国去就业 他也不需要 也不要签证 什么都不需要 只要欧盟的护照 就去英国就可以就业了 那这也是当初 英国人反感的原因 因为英国人不喜欢 看到那么多外国人 他认为抢了英国人的工作 其实不是 是补贴了英国人的工作的空缺 现在事实证明 因为你英国一脱欧以后 这些欧洲人在欧盟各国的人 不见得是法国人 也不见得是德国人 大部分是东欧的人 因为东欧他的生活水准 他的所得还是比较高的 他到英国赚比较高的工资 可是他的居留 他的就业就变成很复杂 那这些人说穿了 他今天在你英国不做 他到法国也有工作可以做 他到德国也有工作可以做 所以这些人就都离开了 他的工作掌位 就像英国就一下发觉 哇 我的卡车工人少了几万人 现在屠宰工人也不够 很多工人都不够 那这怪谁呢 怪英国脱欧嘛 所以他现在这些供需失调 跟他的脱欧是最主要原因 在这个地方 所以美国自己国内 正因为通膨还有物资短缺 已经有很多不满的情绪发生 那你现在是整个国际 都开始出现这样的状况 巴西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因为气候恶劣嘛 气候恶劣他一下减产了10% 减产10%之后 哥伦比亚人就觉得说 你减产10% 那市场价格一定会升高 所以他们本来是有签约的 本来是有签约 因为去年的签好约 这种都是年度签约嘛 他签约签好约说 我要以这个价钱卖给你 就哥伦比亚的农民联合起来说 今年不能够再用去年那个价钱谈 我们这个你价钱不给我拉高的话 那我们毁约 这些农民好聪明 其实我觉得有点恶劣 其实有点恶劣 你已经跟人家讲好了 而且大家配合这么多年了 但是我也必须说啦 其实这些农民 如果是真的是基层农民 我是希望他们这样 为什么 因为平常他们是被剥削 对 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 其实不是这些农民要涨价 是中间商在商 因为我们台湾自己就常发生这种事情 到最后农民都没有获得任何利益 是中间商获得利益 所以如果是这些中间商在轰台的话 就很糟糕了 像蔡虫 我们说要抓蔡虫 那我老实讲 你叫南美洲这些国家去抓蔡虫 那是不可能的 对 那不可能 他们连自己政府一般的资产 都搞不太定 人家去抓出这种经济犯罪 这个是非常困难 所以我看这个价钱 大概是至少要混乱一段时间 不是咖啡然后棉花 那棉花这个更糟糕 因为圣诞节马上就要来 对呀 圣诞节 美国圣诞节 因为美国是一个输入大国 他这些东西向来都在外面买 零售的旺季 对 所以他过去 其实他过去这两年 已经因为他中美贸易在南关医 他很多东西的价格已经暴涨很多了 他已经快要受不了了 那你去制裁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又占百分之36年 都有三分之一以上 全部都从他这边来 那你家不涨很困难 当然中国大陆也有受苦 因为过去中国大陆很多 包括江浙这一带 很多专门做这些 耶诞弹礼品的这些厂商 他也受到了一些损失 可是对美国人来讲 他们也受到更大的损失 因为他买的东西变贵很多 那他的厂商也难卖出去 然后美国人现在自己本身 又受经济所苦 所以我觉得 如果拜登不赶快 想办法把这事情搞定 耶诞节对美国人这么重要的日子 相当我们过年嘛 如果我们过年的时候 大家面临到的状况 是大家都很惨 什么东西都买不到 想吃什么也吃不到 想穿个衣服换个衣服 你都要花很贵的钱去买 在东方这些国家就会暴动 那你觉得美国人不会吗 如果你让他没有办法 过一个安乐的耶诞节 你觉得这个美国总统 会出什么状况 所以我觉得拜登的脚步要加快 要赶快把这个事情问题解决 好还有燃眉之急呀 别忘了你看大陆最大的产媒省 山西可是偏偏正逢大淹水 所以也担心会不会影响到 他的产出 那么这个雨吓到了多大 说相当98.6个溪湖被倒进太原 可是山西的副省长却强调 不讲条件不折不扣 要完成好煤电宝工任务 哇你看就是一个硬道理 那么但是呢 刚刚賴老师又讲到了 现在呢可以浮动的价格 今天宣布了 上下20% 对发改委已经讲了嘛 上下浮动原则上不超过20% 所以燃煤发电价格已经可以开始有波动啦 那么但是你看这个煤炭价格还在涨 期货价一度还上涨了11.6% 你看所以这个涨势如果不改的话 当然压力仍然还是存在的 可是此外呢我们却看到 现在呢大陆现在我们知道要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之外呢 其实大企业要赶快来出手帮忙 腾讯阿里等大企业捐款一共达4亿 捐到哪里捐给山西啊 山西有这么多的灾民 这个灾区现在需要援助 那当然也就是符合所谓的共同富裕 但是另外一头呢 却看到了Wall Street Journal有报导 习近平着手在审查中国金融机构 与民企之间的关系了 那么大大的要扩大 在经济领域遏制资本力量的行动 介大使你怎么观察 其实这一波全球的这个 各种物价的上涨 这始作拥者元凶就是美元 就是美国政府滥发美金 所以造成现在美国通膨 事实上已经在发生了 那美国这个通膨一发生以后 它会有骨牌性效益 为什么 因为美元是现在国际上流通性 最强的一个货币 然后呢很多国家基本上做贸易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用美元作为交易的媒介 所以它需求量很大 需求量很大机会 基本上呢再加上很多国家的外汇存底 美元都占为主要的部分 所以大家都持有很多美元资产 不管是你要做来流动交易 还是要你做除值用的 那这些美元 事实上基本上 它就要怎么样 它就不断的在贬值 是 你不要讲美国不要讲别的 美国加州的油价 现在已经六块钱一加轮了 美国的平均房地产价格 也一直在往上标 没错 这些价格往上标就表示 这个货币不都在贬值 那很多国家手上都拿了这些美金 那它不把它自己的 所有的这些 实有的实质的财产 把它价格提升的话 它不就坐等着美元的贬值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其实各国都在自保 都在自保 那这是一个整体的 一个系统性的联动 那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又是始作俑者 美国又是元凶 为什么 因为它因为要遏止 中国大陆的崛起 它打乱了 用人为的手段 打乱了世界的供应链 货品的供应链 原来是一个由市场 自然形成的供应链 美国用人为的方式制造 所以美国制造了很多人为的 物质的稀缺 它在其他国家做不到 只是美国自己本身受害很重 美国现在很多物品涨价 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加中国大陆的货品 从本来平均3.1的关税 变成19.3 这不是自己在 自己在害自己 害到别人吗 所以我一直认为 中国大陆现在不管怎么样 所有的这些外销 其实要比较珍惜物资 你现在拿给美国人去用的 美国人换来的美金 不要可能可预见的未来 它的币值就一直降 你就是在怎么样 就是在跟美国的这个 这个目前面临的灾难 你被它拖累下去 所以事实上大陆上很多东西 很多尤其外销产品 这个时候不但不能有任何国家补贴 因为你补贴 你就在补贴美国的消费者 这个东西一定要做 另外一个要适度反映 通货膨胀反映的国际价格的提升 那这个到就是在个人的私人 私人企业阶段是比较困难的 这个要由政府来做 所以我觉得大陆 大陆虽然说这个煤 可是不要忘了全世界煤储藏量 最大在中国 中国大陆不但山西产煤 内蒙古的煤是露天开产 东北我们知道 的煤也是露天开产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一个 大家预期美国又要用它的货币 来刮大全世界的韭菜的时候 各个国家都要提高警觉 拿出对策 现在你怎么在生产制造 然后往美国的地方送呢 因为都堆在这个码头里面 而且这个问题很久 你看一直到纽约时报写了长文 纽约时报已经把这个 整个美国的码头的情况 做了一个很细的调查 然后他说有很多地方 都已经堆了六七成的货柜 然后已经在扩张了 好几个这个备用码头 然后丢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可是他们已经面临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卡车到了 就是货柜车的车头到了 要把这个货柜拉走 但是货柜在哪里 因为已经堆得像积木一样 他必须要这样斑斑斑斑斑 然后再找到底下把它拉出来 然后事实上他的电脑的 整个数据都已经出了 很大的问题 所以那个港口的站长 他自己愣在那里 他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要来吊车走的卡车 他找不到他的货柜要把它调走 然后要不就是货柜出来了以后 没有卡车把它调走 然后就继续堆 这个已经很久了 我都不知道美国的交通部部长 是怎么干的 坦白说如果说这种事情 在一般的 不是联邦制的 不是地方跟中央分权的国家 就像中国大陆 类似或者是德国 或者是应该讲是法国 这种中央的权力一条边的 这个早就解决了 因为一旦发生了 这么严重的运输的堵塞 而且堵在港口 使很多企业的产品出不去 有些是关键零料件 你没有这个零件 你就是组装不起来 有些是已经组装半成品 已经送到你这个地方 要完成最后的一个拼凑 结果也被卡在 所以已经是乱得一塌糊涂 所以您看到了 就全世界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问说能不能解决 不知道 然后本来我们是觉得说 就像我们塞车一样 说迟早总是会畅通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 这一些港口的负责人 问他说 有没有可能像塞车一样疏通 他说我完全没信心了 因为他已经不知道 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船一直还在进来 然后呢 有的就是排队 有的就是货柜拉下来了以后 不知道货柜该怎么再堆放了 好 那这个问题怎么会从二月拖到现在十月 然后联邦政府也不处理 然后地方政府也不处理 然后呢就任由那个码头的那个港口的主任 他自己本身在去头痛 我觉得这个就是代表什么 政府无能 坦白讲今天造成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中心 所有的东西都到他这边来吞吐 我觉得这个拜登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对啊 因为进口所有的人员 运输粮食都涨价 你不可能不反应啊 无一幸免 真的无一幸免啊 我们台湾向来都是最慢的啦 都是最慢反应 事实上韩国早就反应了 韩国去年从1.25降息到0.5 他一路降一路降 那今年八月就升到0.75了 他已经在往上了 那新加坡是最近嘛 对不对 但是台湾都是跟着肺的走 对 几乎啦 几乎 坦白说啦 我认为美国联准会一定会出事啦 就是说比如说他11月要开始缩减购债 他现在一个月是买1200亿嘛 那他一个月才减100亿 等于他要减12个月 他减到12个月之后 再就没有再买了嘛 那个时候才要考虑升息 你想想那是多久以后的事 怎么能撑得到一年 那是一年以后的事啊 怎么可能这样 所以我说 这个就是鲍威尔啦 鲍威尔的问题啦 鲍威尔他一直低估通胀嘛 他一直认为说这个是临时性的 那鲍威尔任期到明年2月啦 你就看着吧 看他会不会下台啦 如果下台我认为这个政策 一定会 一定会调整